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规则所称业务人员 细指为期货结算机构从事下列业务之人员 一 结算会员或期货商财务 业务之查核 二 期货集中交易市场之监视 结算 交割 保证金与权利金之作业及风险控管 三 期货结算 交割之电脑作业及资讯管理 四 本期货结算机构之内不集合 其货结算机构由其货交易所或其他机构兼营者 其从事前向业务之人员不得相互兼任或兼任其他部门之职务 第五条 期货结算机构应一 结算会员种类拟定其资格条件 并报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本会 核定 其修正式一同 前向会员种类与资格条件之拟定 应衡量其资本额 财务结构 债信情况及其他财务 业务条件 其董事 监察人及经理人并不得有本法第28条规定之情是 第六条 期货结算机构开业前应检据下列证明书件 向本会申报和背后 使得对外营业 一 结算会员名册 含会员名称 种类等 及其符合前条所定资格条件之证明 二 与结算 交割 款券转播有关之金融与集中保管机构兼之作业程序 及与其所定之契约 三 结算机构依第十五条规定提存赔偿准备金 四 结算会员依第十二条规定缴存营业保证金之证明 及依结算机构规定缴存交割结算基金之证明 五 结算机构 结算会员 非结算会员兼有关结算 交割作业程序与所定之契约 六 结算 交割 监视之电脑作业得以正常运作之证明 七 市场监视之标准 程序与异常情况处置之作业计划 八 对结算会员财务 业务 内部集合 基本结算机构内部集合之查核计划 含平时吉利外管理 九 一 第二十四条 定定之相关处理程序 一 领 一 第二十七条 定定之结算交割契约 一 一 其他经本会规定应提出之文件 第七条 期货结算机构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应先报本会核准 一 变更机构名称 二 变更资本额或直播之专用营运资金 三 变更机构营业处所 四 经营其他业务或投资其他事业 五 受让其他结算机构之全部或主要部分营业或财产 或让与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 六 合并或解散 七 与外国交易所 结算机构 自律组织或其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八 其他依本法或经本会规定应先报经核准之事项 第八条 期货结算机构有下列情势之一时 应即申报本会核备 一 停业 副业或歇业 二 与结算会员兼关于结算交割契约之定例 变更或终止 三 章程或其他规章之变更 四 其他依本法或经本会规定应行申报合备之事项 第九条 期货结算机构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除依情形应即为适当处置者外 并应向本会申报被查 一 其或结算机构因不可抗拒之偶发事故临时停止当事之全部或部分结算 交割之情事 二 结算 交割系统或交易资讯传输系统发生故障或中断之情事 三 结算会员有余时缴交或无法缴交保证金 权利金之情事 四 结算会员有余时交割或交割不能之情事 五 其或结算机构之负责人或业务人员 应执行职务涉送 受诉讼上之判决 未强制执行之债务人或依本法应受解除职务处分之情事 六 董事 监察人及经理人或业务人员由本法第28条所定之情事 七 对结算会员所谓之处分 八 依本法第55条准用第41条规定应行申报事项 九 其或集中交易市场之间是集处理情形 十 因诉讼 非送 行政处分 行政征送 商务仲裁或和解事件 对其财务或业务有重大影响者 十一 结算会员入会或退会 十二 结算保证金砖库存放机构名称及账号 十三 董事会议事录 十四 结算会员财务报告之审阅结果 十五 结算会员之财务 业务查核情形 十六 其他依本法或经本会规定应行申报被查之事项 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项 应于事实发生之次日前项本会申报 第五款至第十款之事项 应于知悉事实发生或处理完成后五日内 向本会申报 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之事项 应将执行结果按月汇报本会 第十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建立集合制度并设置独立之集合单位 第十一条 其或结算机构不得为下列行为 一 发行无记名股票 二 与结算 交割业务无关之保证 票据之背书或提供财产供他人设定担保 三 其他金本会规定之事项 其或结算机构管理规则 修正日期 民国101年7月12日 MP3 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财务 第十二条 其或结算机构金本会许可并依法登记后 应向国库缴存营业保证金 其或结算机构由其或交易所或其他机构兼营者 经本会许可扣一同 前向营业保证金之金额未实收资本额5% 并应以现金 政府债券或金融债券缴存 其由其或交易所或其他机构兼营者 应按指波之专用营运资金5%缴存 第十三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于每半块计年度终了后 二个月内及每块计年度终了后 三个月内公告并向本会申报 经快即施查核签证 董事会通过及监察人承认之财务报告 其或结算机构 预由股东常会承认之年度财务报告 与公告并向本会申报 之年度财务报告不一致者 应于事实发生之日 其二日内公告并向本会申报 其或结算机构应编制年报 与股东常会分送股东 并向本会申报 其或结算机构 应于每月十日以前 向本会申报上月份会计项目月计表 资产负债表及综合损益表 第十四条 其或结算机构不得已交割结算基金借贷 与他人或一座他项用途 其运用以下列为限 一银行存款 二购买国库券 政府债券 三其他金本会核准之用途 前项第二款 运用之上限 以交割结算基金余额50%为限 其或结算机构一地一项规定取得之定其存单 国库券或政府债券 应与专库存除之银行定力委托保管契约 并由该银行保管 第十五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依本法第五十三条 规定一次提存新台币三亿元作为赔偿准备金 并于每季中了后十五日内 按结算 交割手续费收入之20%继续提存 但赔偿准备金提存金额以达资本总额或只拨之专用营运资金时 不在此限 前项赔偿准备金应以专库存除于金本会核准的经营保管业务之银行 其或结算机构不得以赔偿准备金待与他人或一座他项用途 其运用以下列为限 一银行存款 二购买国库券 政府债券 三 其他金本会核准之用途 其或结算机构依前向规定取得制定其存单 国库券或政府债券 应与专户存除之银行定力委托保管契约 由该银行保管 不得分散存放 办理挂施或解约 存入之任何标的及其保管凭证不得设定担保 且非金本会核准 不得提领或调换 第十六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于每年税后盈于向下 提列特别盈于公积 前项特别盈于公积每年提列之比率 以80%未上限 并由本会是其盈于状况指定之 第一项特别盈于公积 除填补公司亏损或报经本会核准外 不得使用之 第十七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拟订取得或处分不动产及设备处理程序 报经本会核定 其修正式一同 其或结算机构取得或处分不动产及设备 其每笔交易价额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者 应依前项锁定程序办理 其一年内分次与同意相对人为买卖 累计交易金额达新台币5000万元者一同 其或结算机构依前项规定取得或处分不动产及设备 应与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二日以内 就下列事项减负相关资料申报本会并公告之 一、标的物之名称与性质 二、不动产之作落地点 面积及专业建价机构之建价结果 三、交易之相对人 相对人为关系人者 其相互关系 四、前次已转时之所有人 及其已转之价格与登记日期 五、本次交易之对价或预定价额 六、交付或付款之条件 七、本次交易之决定方式 如招标、比价或议价 八、有经纪人者 其经手之经纪人及应负担之经纪费 九、取得或处分之目的或用途 第十八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于营业处所备制下列文件 供本会调阅查核 一、结算、交割、监视、保证金及权利金作业之相关文件 二、对结算会员财务、业务查核之报告及相关文件 前项文件之保存年限 除商业会计法及相关法令以有规定者外 其或结算机构应定定保存期限 并申报本会可备 第十九条 其或结算机构应于一定处所备制各结算会员之财务、业务资料 以供公众阅览 前项一定处所系指其或结算机构主营业所所在地 中华民国期货业商业同业公会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 即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及其他经本会指定之机构团体 期货结 中华民国证券